今天就要挑戰不拿現金消費 這根本是我們的日常 你挑戰個屁 快 挑戰 挑戰我不要笑出來嘛 Hi,Mass Game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上次我們去上海拍了一集這個 挑戰72小時微信支付有沒有 結果那一集啊 很意外的就是呢 得到非常多熱烈的討論 可是呢 在大陸 討論的更熱烈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說 iYD來的台灣人來這個地方 體驗了他們的微信支付 這個到底有什麼好體驗呢 其實他們已經用了這麼久 那就像我之前講的 其實微信支付 被人已經用了很久 只是說我們做節目 有時候刻意要表現的比較誇張一點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申請微信支付 要申請微信支付多麻煩 你知道嗎 第一個 你要申請一支大陸的行動電話碼 第二個 你在大陸的銀行 必須要有開戶 所以呢 其實我用微信支付已經一段時間了 很多 台灣的朋友們沒有體驗過 結果沒想到呢 內地的新聞被瘋狂的轉載 轉載的多誇張 CCTV 央視 人民日報 然後還有所有的 視頻網站幾乎全部轉載 出門不帶錢包 你可能會講 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呀 不過呢 最近台灣一位博主 是把這事當作是挑戰項目 而跑到上海來體驗一下 他給自己的目標是什麼呢 在上海有玩三千兩頁不用現金支付 那無非就是在講說 就是 這有什麼好挑戰的 就是像Brian講 挑戰個屁 挑戰個屁 哈哈哈 不過呢 在那一次之後呢 我又去了一次上海 那 我這一次呢 一樣呢 也是用微信支付 可是呢 我沒有刻意挑戰 可是第一天呢 我就遇到挑戰了 微信支付 居然不讓我付錢 他要我付現金 師傅多少錢 i10 可以 可以微信嗎 啊 微信 我們不用 我們是規定現金的 那師傅擺不行 也不行 我們呢 選擇的 只能現金 只能現金 好吧 i10 多少 i10 20 要拿好 i10 20 要拿好朋友 謝謝 好 讚 有人要虧我 謝謝啊 有人要虧我 好 阿不是說日常嗎 阿不是說 阿不是說挑戰72小時個屁 挑戰72天也沒問題 所以這叫日常阿 但是人生無常阿 人生無常就對了 對啊 不是 對所以 拍拍阿 哎呀挑戰失敗 所以其實還是有很多地方 可能有一些是屬於 大陸的公家機關 譬如說像停車場阿也好 阿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使用現金 不使用微信支付 阿在這邊我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大陸的微信阿 他是一個 瘋狂的應用到什麼程度 你會發現他們幾乎 不管是任何的餐飲業 或者是服務業 他們都會結合微信 來做行銷 其實你會發現 譬如說我點菜 為什麼要用微信去點菜 為什麼他刻意要微信呢 才能夠交換你所要的服務內容 其實呢無非是他想要撈你這一筆的名單 也就是說 當你必須想要點餐的時候 或者是需要他更進一步的服務 透過掃QR code的時候 他都會一定有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你加入他 這個餐廳或這個服務的微信公眾號 那接下來呢在以後呢 你的名單就在他微信公眾號的訂閱裡面 他如果要對你做再行銷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他的很多的行銷訊息 完全利用 充分利用微信的這個公眾號 然後你在買單的時候 然後用很多的方式啊 活動啊 然後慫恿你 加入他們的微信公眾號 就可以打折 然後就可以再行銷 喔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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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來去買個早餐 我要兩杯拿鐵 他們幾乎都用全部微信支付了 剛剛前面排隊沒有人是掏現金的 微信支付最棒的就是什麼 就是 你不用掏零錢 不用找錢 三菜肉包在這邊 好 然後我還有兩杯冰拿鐵 麥克風電池沒電了 所以呢 我那一次回台灣之後呢 我的手機裡面一堆上次去吃過餐廳的一些 新的活動訊息在我手機裡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按取消訂閱啦 不過呢我覺得這一招其實是蠻好用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大部分用的都是 系統都是韓國人LINE 韓國人LINE真的要好好學這一招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整合進來 不像我們台灣使用了LINE 8之後 你會很苦惱 到底要去哪裡撈這些名單 另外我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微信支付其實它更特別 不是只有對店家支付 譬如說我們用的那個LINE的系統 你可以用LINE Pay啊 或者是優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你沒有辦法人對人之間做付款或轉帳 這個就是微信最厲害的地方 跟支付寶最厲害的地方 誰就出門不用帶那麼多錢 都用微信支付 我這人怎麼帶那麼多錢 你這個人是 喔你是 你是怎樣 你不信任 你不信任微信喔 你拿那麼多啦 蛤 這是剛好放那麼多 我要兩百塊就好了 我身上沒有帶人民幣 昨天挑戰就卡關了 就是停車場居然要繳現金 對不對 我們對 有的停車場有現金 我用微信轉現在轉給你 你看他們的微信支付是這樣 不是只有對店家 個人對個人也可以轉 只要你是他微信的好友 我就可以馬上轉 你看喔 我打款給他 對不對 轉帳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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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那你畫面給我看 還沒出來 誒 確認等一下我按確認付款 然後指紋 然後他這邊就會出現 誒有沒有 出現 然後他按收款 好你按收款 確認收款 誒 成交啊 謝謝啊 這家地下換錢 呵呵呵 沒有經過銀行的換錢手續 在這裡是合法 對 呵呵 那除了上次我們體驗這個微信支付之外 他還有很多的功能 譬如像上次我跟Brian去這個老碼頭 那因為那個地方不好停車 結果他當地有代客爬車的服務 結果在地的爬車服務呢 也是要用微信喔 呵呵 所有東西幾乎都是脫離不了微信 就代客爬車要專門爬車的 幫我們開去停 他輸入車號 車號不要看齁 然後他還有他在哪邊 對 然後 這邊可以直接按就打電話了 所以他車子在哪邊都會看得到 對對對 掰掰 你的車子 掰掰 他會這樣回來嗎 應該會吧 嘿嘿嘿嘿 而且喔 上次去這個展覽場的時候 我去展覽 然後連這個現在路邊的自動販賣機 也都使用微信支付 藍色可口可樂 挑戰 越來越綜藝卡 微信支付 這麼日常耶 好 多少錢 六塊錢 微信支付不行 啊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他們還是用現金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沒帶錢 我用微信支付轉給他個人 他個人在從口袋裡面掏錢 把我們付給他們的停車場 所以呢 大部分的停車場呢 還是不能使用微信支付 尤其是私人的 但是像這一個 這一個他其實他是可以綁微信支付的 喔 但是你如果沒有綁的話 就事先綁 還是不行 那我們現在大家用的都是韓國的這個 Line的這個生活圈 希望 Line生活圈有機會也可以 類似有像微信公眾號稱的功能 譬如說包含裡面的附加功能 那這樣就可以透過更多的服務呢 然後 進而可以收集更多自己的客戶名單 上次呢 我從上海回來之後 有一個更厲害的 因為我回台灣嘛 那我住飯店住了這麼多天 那我要在這個櫃台結帳的時候 我希望他給我一張商業發票 結果我跟他們要商業發票的時候 多厲害你知道嗎 一般我們在台灣喔 如果你需要商業發票的時候 店家問你說 好麻煩你把你公司的抬頭寫在紙上 那你的統一編號寫在紙上 然後 店家就會幫你打這些資料 然後列印這個商業發票給你 讓你回去公司申請款項或報帳 可是那一次我遇到是更厲害 他櫃台上面就有一個QR Code 他說你需要商業發票嗎 那請你用微信掃那個QR Code 我想說你要我掃QR Code幹嘛 好吧我就掃 結果一掃啊 超誇張的 一掃下去 他居然會出現一個欄位 就是要你輸入你的公司名字 還有你的資料 輸入完之後呢 他印表機呢 就會列印出商業發票 可是 重點不是在列印商業發票 重點是他正在對我 然後留客戶資料 也就是我透過這個步驟呢 我就把我的微信 訂閱了他的公眾號 這樣他就多了一筆客戶資料 我現在退房 然後我要跟他們要發票 那一般要發票都是問你 同邊抬頭 他不是他直接用微信 他叫你掃微信 掃完之後輸入 掃完 掃到這邊就 7月開票 然後你要開票對不對 按這邊然後 他就會跳出來 輸入你的公司 然後申請開票 然後申請開票 還可以刮刮樂 點擊 他們一堆 一堆這種活動就是 你剛剛為了要開發票 是不是用了微信 不好意思 你的客戶名單就進入他的微信了 他以後 在行銷的時候呢 發微信 廣播的時候 你就又收他的廣播 所以他們用了很多的銘幕 就是要透過微信 收集 所以這個是目前微信行銷上面最可怕最厲害的地方 如果LINE系統也可以這樣子 那真的是太棒了 對不對 以上是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在 上海的 體驗的 更深入的微信支付 我覺得不管是任何的支付 不管是哪一家支付就好 只要人與人之間 或者是企業對企業之間 或者是在付款之間 能夠更迅速 然後立即 這個絕對是可以有幫助於經濟成長跟發展 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像台灣 公司跟公司之間匯款 還要在銀行的手續費 然後呢 會計呢 就還在銀行匯款 那一般的老百姓呢 就要拿著提款卡 去提款機那邊按轉帳 其實都非常非常不方便 尤其是這中間有大筆的轉帳交易手續費 這是最可怕的 如果可以有第三方支付 像這樣這麼方便的話 其實中間的手續費全部都減免 不過最不想要看到第三方支付普及的 我覺得應該是銀行吧 因為這樣他們就賺不到手續費了 好啦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這是我在上海看到的一些 我所知道的事情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Facebook 還有我的IG 還有很重要 我的微博 那我們就這樣子的下次見 掰掰 這個的話就是直接使用支付寶 打開它的掃一掃 在這上面進行掃碼 好 它這塊開始進行一個 進入的一個界面 這會兒當 語音提示之後 它就自動開門了 開門之後呢 從這裡面 任意拿取任意的商品 關門 這個情況之後 你就可以拿東西 直接就走了 它這根直接自動支付到手機上面 它已經支付完了 對 它已經支付完了 那如果我拿出來又再放回去怎麼辦 如果我拿出來又放回去怎麼辦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是來這一塊不得不說 你要提供一個售後的一個服務 那是屬於售後的 那是屬於售後的 對對對 因為您肯定是開門了以後 先檢查這個物品是否您是需要的 或者說是否合格的您才拿走的 這個還需要手機來掃 但是我們這要說大蘭那一台 我們的這個大蘭兵智能兵器 它更為方便 它這個連手機都不用掃的 連手機都不用掃的 對 這直接是掃手的 這個老用戶刷手開門 輸入我手機的後次位 然後再把手放上去 它就自動開門了 這會兒呢 我們就可以拿著東西 拿出來以後 然後關門它就自動結帳了 然後這會兒您也是可以拿著就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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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